你见过这些图吗?你画过这些图吗? 如果你的回答是没有,那么恭喜你躲过了软件开发历史上最坑程序员的一段时间 这种叫做UML的图曾经是每个程序员的必修课 但是画这个东西比写文档和写Unitest还要折磨人 因为UML本质上是一种图形化的建模语言 所以有一套完整的语法规则 但又因为它们都是图案和字母组成的编程语言相比 要熟练使用完全不是一个难度 我记不清UML是什么时候退出历史舞台的了 只记得渐渐的,大家都发现我们只是在机械的按要求做图 但是画出来的东西其实没什么人在看 然后渐渐的,大家就默契地决定不再画这玩意了 作为曾经叱咤江湖的一门手艺 它的成败因果能给我们留下不少教训 从这一点来说,UML就值得我给它立一个木制名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UML不是独立出现的 就90年代,随着计算机的普及 软件开发开始在大众行业里流行 同时,如何科学地管理软件开发的项目 也成为企业急需的答案 大家热衷于寻找那个能解决所有问题的大统一理论 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很多框架 比如大家熟悉的Water4,Agile等等 它们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如何看待软件开发的生命周期 Water4认为软件开发应该是一个大周期 Agile认为应该是一个一直重复的小周期 在1994年,有一家专门设计各种软件流程框架的小公司 叫做Rational Software 他们也创立了自己的一个理论框架 叫做Rational Unified Process,RUP 从宏观上来说,RUP和Water4有点类似 都是在一个大的周期里,相对线性的推进项目 从策划、设计、开发到最后验收交付 但它在细节上更丰富 比如图中所展示的需求、设计、测试这些步骤 都贯穿了整个周期 它们几乎同步进行,然后互相配合 而不是像Water4那样先做完一个再接着下一个 既然所有步骤都会同步推进 那么各个参与方的沟通就很重要了 因为在RUP的框架里,前期准备占了非常大的比重 所以如何让负责策划和设计的管理团队 以及负责开发和测试的技术团队 能进行深入的交流 就会对项目的效率起到决定性的影响 RUP的解决方案就是创造了一套完全用图案来表达的语言 这些用图案来描述的红光或者微光的技术内容 对应了RUP里各个阶段各个参与方需要了解的关键信息 对于非技术人员来说 比起代码和诠释专业术语的文档 图案的学习门槛明显是要更低的 而这套图形语言就是Unified Modeling Language UML 虽然是为了配合IUP的流程而设计出来的 但UML有非常广泛的通用性 自然也比IUP更早的出圈了 1996年 UML从IUP从独立出来成立的标准美元会 包括惠普 IBM微软在内的计算机巨头都第一时间加入 IBM更是在03年大手一挥 耗资21亿美元直接收购了Rational Software 通过IBM的影响力 IUP和UML也获得了更大范围的传播 一时间它似乎就是大家一直都在找的那个 能够完美解决软件开发流程的大统一理论 但时间证明了它并不是 在05年发布UML 2.0 重构了一下底层代码之后 UML标准就基本没有什么大更新了 而在15年底 IBM也悄悯悯地终止了 IUP专家和UML专家证数的发放 如果连轻跌把发证数搞成一门大胜利的IBM 也不再愿意提供支持 那我觉得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能宣告它的死刑了 很多人说UML的死或者说IUP的死 是Agile的体系后来横扫全球一统江湖造成的 我觉得这个理论不对 因为如果是这样 我下一期的Agile之死视频就不好说了 UML的死更多的是自己的问题 UML的尴尬在于它没能跟上软件项目的发展 时代发展的第一个趋势是复杂度增加 比如UML里的State Machine Diagram 描绘状态机的图 状态机本身不复杂 但是状态的切换逻辑随着软件的发展 会变得越来越复杂 对于代码和技术文档这些文本 新增的复杂度可以很容易地加进去 又或者通过超链接指向其他的地方 但State Machine Diagram在设计上没有预留什么空间 所以只能用一些缩写来传达额外的信息 这些缩写有时候是某个enum值 有时候是某个函数的名称 但不管怎么样都是残缺的 因为图片的空间有限 不少UML图都有着类似的难以拓展 难以包含更多信息的问题 而UML标准的升级 也只围绕着底层数据结构等语法问题 没怎么考虑过这些实战的问题 这也导致了它们的实用性在一步一步的下降 最后变成了鸡肋 实在发展的另一个趋势 是各种工具和流程的整合 GitHub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现在的GitHub上面只有一个搜索框 这里的搜索结果同时包括了代码 Commit Issue PR 开发中的讨论 技术文档等等 这体现出GitHub是知道大家的开发习惯了 我们在日常工作中 经常需要翻页旧代码 文档 Ticket等参考资料 补充前因后果用于辅助决策 Ctrl F被使用的次数 可以说是仅次于Ctrl C和Ctrl V了 而在项目中包含的所有可参考资料里 以图片形式存在的UML 就显得格格不入了 因为图里内容基本没法被搜索 也就很难融入到日常工作中 比如我要确认一下某个Object是否已经被逆逆了 我没法在Class Diagram里面搜 只能在代码里搜 这里我用了基本这个词 是因为UML本质上也是文本 从名字就能猜到它的底下其实就是XML 只不过他们犯了和第25G视频里面吐槽的GraphDB一样的错误 没有统一的语法 太多各种各样的格式的存在 导致渲养逻辑 查询方法和接口都五花八门 像Visual Paradigm或者Enterprise Architect之类的UML软件 确实可以提供搜索功能 但我相信没有多少人会愿意专门打开一个UML专属软件 就是为了再搜一遍关键词 有些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人 开始尝试对UML进行更彻底的文本化改造 比如在Graph上原生支持的Mermaid框架 就没有用XML定义 而是参照了Markdown的语法 这样UML图就完美融入了 以Markdown为核心的Graph文本体系 可以和其他资源一同被检索了 如果我用了Graph这么多年 就没见过几个Report里面有出现过UML图的 这也很好理解 毕竟在这个年代 会把代码放上Graph的人 和愿意花时间画UML的人 应该至少隔了一个备份吧 当然UML并不是一无是处的 我觉得它只是出现在了错误的地方 古人有言 A picture is worth a thousand words 一图胜千言 在圣经人业神话中 Fed Brooks也有一句名言 Show me your flowchart and conceal your tables and I shall continue to be mystified Show me your tables and I won't usually need your flowchart it will be obvious 大概的意思就是 只看流程图我会一头雾水 但你直接把底下的数据表结构给我看 我甚至都不需要流程图 就能够看懂你的系统是干嘛的 这两句名言结合起来 就解释了UML的定位问题 正因为一张图里浓缩了千言 导致它会丢失大量的细节 作为需要精准到每一个字符的软件开发 把它当作指导文件 还真的不如直接看原代码 如果围绕着这么模仑两可的要求进行开发 项目组估计天天得吵架 但这也不代表所有UML图都是毫无价值的 正因为浓缩了千言 图是一个完美的总结工具 可以高效地向读者传递重要信息 就比如在每个API文档上 都能看到的Sequence Diagram 作为展示API调用的宏观过程的UML图 它能够快速地让用户获得一个大概的方向 知道整个调用流程会有多少个步骤 多少个参与方 哪些地方会有循环 哪些地方会有分支等等 这些信息能让用户更有针对的 阅读具体的API接口文档 更高效地进行后续的开发 资深的程序员 甚至能从中看出哪里可能是性能瓶颈 哪里可能需要更多的开发和维护成本等等 这是真正做到的意图生前沿 只可惜Sequence Diagram这种图 在UML里真是凤毛麟角 我甚至觉得他们只是歪打正着地 做了一个很适合面向用户的图 毕竟整个UML从设计之初就只考虑了开发前和开发中的内部交流 而没有考虑过开发后的对外交流 我认为压倒UML的最后一根稻草 是IOP这种瀑布流项目管理模式在传统行业的没落 在互联网行业就不用多说了 快速迭代风格的Agile流派几乎就是为了互联网而生的 而在传统行业它也陆续失去了吸引力 比如说制造业曾经是IOP的滞留地 因为制造业只有一次机会 软件安装在电路板上 装到机器上卖出去就没有回头路了 一次造为事件就能毁掉一个公司 当年财大气出的Intel 也差点被奔腾CPU的处法错误 所导致的全球造为事件折腾到半条命 所以对他们 在场的开发周期也是可以接受的 当时进入21世纪之后 大众的消费习惯改变了 尤其是互联网大厂的各种软件产品 把消费者们调教到对半成品习以为常的程度 经历了数字化和网络化升级的传统行业 现在也具备着同样的开发能力 有关注电车行业的 应该对各大车厂的各种OTA新闻见怪不怪了 不少消费者对此是怨念很大 觉得还是以前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老油车更好 但不可否认的是 OTA让车厂的研发周期大大缩短了 消费者也能更早地享受到新技术 所以也不怪先上架后优化的风气 传播到各行各业 毕竟这种互联网方案带来的降维打击 真的谁用谁上瘾 那么当传统行业都不想再做 永长的一次性交付的项目 IOP这种项目管理模式 还有谁会买单呢 可能只剩下那些不追求盈利的政府项目了吧 我觉得UML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在软件工程的分工已经相对成熟了今天 负责画饼的产品经理 负责催促的项目经理 负责设计的架构师 负责主导开发的TechLead 和负责敲代码的程序员 各司其职 管理团队和技术细节的距离越来越远 就算现在某个产品经理有想法 在每天开完8个小时的会之后 他也没有那个精力去审核某个数据表的结构设计了 但回到30年前 大家还在摸索软件工程的最佳实践 管理团队应该多深入参与项目的设计和开发 需要参与敲定多少技术细节 一开始没有人知道最好的平衡点 所以我们如果换个角度 不把UML看作是给程序员的来自TopDum的开发要求 而是给管理团队的BottomUp的汇报工具 那么在那个迷茫的年代 它就是一个合理的存在 当然这个定位在后面的时间中走歪了 就是企业自己的问题了 而作为一个以图案的形式表达软件概念的工具 它帮助很多行业 很多企业完成了数字化的转型 吃上了计算机技术带来的红利 就这一点而言 我觉得它这一探没白来